继续要告诉你的事 阿公阿嬷孝孙也可以来领补助 县府开办了保姆专业人员课程训练班 并扩大到阿公阿嬷 只要是完成训练取得了结业证书 未来照顾孙子就能够领每个月2000元的补助 而宜兰厂预计招收60个人 开课的时间是6月14号到8月17号 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向施工所来查询 祖父母照顾家中两岁以下孙子 只要阿公阿嬷有完成保姆专业人员课程训练 并取得结业证书 就可以向政府申请每个月2000块的补助 希望大家拥有来保姆 这很好 可以自己来过孙子可以保祖 还可以赚金在家 大家在生活 可以跟小孩一起做生活 宜兰厂次预计要招收60人 开课时间从6月14号到8月17号 上课时间为每周六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4点 还有星期一的晚间6点到9点 地点则是在宜兰市工所 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到6月14号为止 课程包含儿少福利与法规导论 婴幼儿发展 亲职教育导论 托育服务概论 婴幼儿环境规划活动设计 健康照顾及照护技术七项 共126个小时 并需缴交6500元的报名费用 这次这个主顾孙保姆课程 这个整个的我们有分学科跟数科 那学科的部分 当然有专业老师在教领大家学科部分 那数科的部分呢 它会分为有四个区域 那还有主要的四区就是有清洁的维护 就是怎么样教孩子去洗澡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的喂食的部分 那怎么样做给他吃是安全的 是健康的 是正确的 那还有呢就是 他如果孩子在过程当中 有什么安全的疑虑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在第一个时间内 赶快急救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怎么跟他互动 怎么跟他做游戏啊 然后说故事给他听 就针对这四个是主要的课程 因为当初大家都把小孩子都带得很好 阿公阿嬷很猫 要是阿嬷还要坐来陪训班 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那时候想起来 我是觉得当然是大有不同 因为我们以前是我们都以经验嘛 现在是书上配合经验 阿公阿嬷自然会更会大 要参加的民众可向事工所获 宜兰县派遣服务人员职业工会报名 宜兰县市民记者黄竹汉从不到 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